游手就能白拿620元时 外加三个拍照表情 以及一堆的温度式奖励 幻想战定局是第二期 今日正式开启了 手把手教你打满混蛋模式 拿满奖励 第一期被玩家怒啃 第二期自然也做了一些小小的优化改动 再加上本期的限定员作为水冰峰 解锁了水系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服务 夜兰水龙王灵人公子等强力的水角色 都能上场一战了 这打不满 真的说得过去吗 开幕角色 直接就掏出了服务灵华 肖家发露山 简直爽爱开 特邀角色更有草城加六星火神 还有不少玩家压箱底的迪西亚 自然也可以逃出来用用 无论是配合水C打蒸发 还是配合冰C打融化 都是不错的选择 后续等艾美利艾卡支开了之后 配合她打元烧 自然也是标准法案的 水冰峰 太好选了吧 什么散兵万叶起 纳维莱特 尼路灵人 夜兰 莫娜 行秋 砂糖 咸云 都是非常棒的选择 大家根据自己的角色box 看着选就完事了 如果你有满命纳维莱特的好友 直接拉个住眼 我只能说 要多爽就多爽 然后一到八末 还是从简到难 我们依旧要按照 练度低的角色先上 练度高的角色后上的原则 来安排角色的上场顺序 这回一上来 就给你160多幻局之花 终于可以放心的买buff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 优先解锁上场角色 把选择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伙伴选定 一定要买 免费的buff 一定要买 买的时候注意别选错了 千万要选这个转出战的 如果没有 咱对于重置实践 不用吝啬 没用的buff 尽量不要选 意义不大 对自己不自信 也别选什么高压手部之类的 多30分 压力也多的不少少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三幕最好带上 香灵或者迪西亚来破盾 第四幕一定要带上 万叶或者温迪灵尼特等 居怪角色 不然一定会非常难当 第五幕 达成条件后 可以提前终端挑战 不必一直挺到最后 导致名利已经达成目标了 到最后却没了 就很尴尬 第六幕 无脑上水 谁水多就用谁 分分能送火 绑下回家 第八幕 最好带夜兰猫猫等 攻击角色 用来破合心 不然你一定会 越打越闹心 都没有也不要紧 只要你留好大威莱特 咱无脑死就行了 360度无死交打击 还有贼 然后呢 咱就能轻松的拿捏原石了 总的来说 这幻想真经巨是第二期 仅仅就给你安排了个 入场小门牌 全部的上阵角色 手材也能打满 还是那句话 本期的限定元素 实在是太强了呀 还不赶紧去拿原石 观众老李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